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所以预计呢 明天的天气状况跟几天很像 只是受到了冷气团的影响 中部以北跟东部地区还是偏凉偏冷的 提醒您外出呢 一定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了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 早晚也是比较凉一些些的 所以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虽然说呢 中午的时候还算是舒适的气温 但是早晚也是比较冷一些的 提醒您早晚外出同样的 也需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而在降雨的部分呢 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阴风密的北部跟东部地区呢 明天礼拜二云量还是偏多的 偶尔会飘起一些短暂军雨 不过好消息是呢 这样子湿冷的天气预计 明天呢就是最后一天了 因为从礼拜三开始呢 冷气团就会明显的减弱了 各地都会逐渐的转为一个温暖 而且呢逐渐有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好不从微信图上面来看到了 昨天晚上到今天呢 就是受到风面雨漆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都有降雨 而目前呢 主要影响台湾的不是风面了 风面已经远离了 主要影响的是冷气团 带来的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预计明天呢 在北部跟东部地区 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依旧是感觉比较偏亮偏冷 同时云量也偏多的 好消息是 礼拜三开始呢 冷气团就会逐渐的冬移出 还要逐渐的减弱了 所以预计呢 从礼拜三开始一直到礼拜五 各地呢都会逐渐的气温 一天一天的还要再温暖 而且呢也会逐渐的有阳光露脸了 目前看起来 下一波风面云险下一波水汽会在周休假期报道 所以整体来说呢 从礼拜三开始一直到礼拜五 算是未来这几天天气最好的几天 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了 北部地区呢预计明天 一直到后天礼拜三的清晨 其实呢都还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还是有一些短暂震雨 不过刚刚提过了 其实呢这个礼拜三到礼拜五呢 天气状况正在逐渐的转好 北部地区呢礼拜四礼拜五 渴望就转成一个多云的天气了 同时气温的部分也可以看到了 从礼拜三开始呢高温就可以回升到23度 礼拜四礼拜五更加的温暖 来到27度左右 所以礼拜三到礼拜五啊 这个气温的部分非常非常的温暖跟舒适 大家一定要好好摆摆 这样子温暖的天气形态了 接下来呢周休假期吸了一波水汽南下之后呢 才会开始再度的下气雨来 也会再度的转量一些些 而在中南部地区呢天气状况就更稳定了 预计呢礼拜三到礼拜五 不仅仅是阳光逐渐的露裂 高温更渴望来到28度到30度左右 有一点点夏天的味道了 不过呢同样的也是周休假期开始啊 有新的这个蜂蜜云系南下之后 阳光呢又会再度的躲到云后面 再度的转传多云时阴的天气形态了 好回过头来看明天礼拜二的天气情况了 明天啊还是受到冷气团的影响 东北风还是持续的比较强一些 所以蜂蜜的呢 这个龙比海岸东部地区 还有这个山区的部分还是有一些灵性的短阵阵雨 提醒您前往这些地方呢 还是得记得携带雨具 同时呢在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呢 感觉也是比较湿涩凉湿涩冷一点的 除了记得携带雨具之外 也要记得多穿的暖和一些咯